好,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讲的是调色的下半部分 我们主要跟大家讲到 我们的这个曲线 我们的曝光度 包括我们的这个色彩平衡 这几个常用的色彩命令 当然我们说 至于什么Color Finish啊 然后这个其他的第三方的 比如说Mujo啊 这些调色软件的 我们呢 有可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插件的部分去进行讲解 好,我们先去讲我们的这一个 第一个命令叫做曝光度 我们先来看一段特效 那么这一段特效呢 应该说整个的画面 它是比较OK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有声音版本的 我们在这里面注意啊 这个整个画面的声音 跟画面的这种 这种暴风雨来临的这种感觉 它是一致的 我们来先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说啊 像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是怎么样去做出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原片 对不对 好,我们呢 这个是分两个部分去做 第一个原片呢 其实它原片的画面感 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看起来非常的嫩 对不对 开始看上去非常灰的 非常嫩的一个画面 它是没有曝光的这种 很强烈的曝光的变化的 另外呢 就是一个打雷音效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的把它打开 你看看 所以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面 让声音跟画面 产生这样的一个 量的变化的关系 量的关联的这种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节课 要去进行一个讲解的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去进行 我们的制作 好,我们把这边的素材呢 先给它删掉 对不对 好,那么双击 我们的那个素材 打雷音效 然后沙漠 我们的这几个素材 都要给它 暴风雨寺庙 这几个素材呢 都要给它 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直接 给它加载进来 好,首先我们这个暴风雨呢 它是19201080P的一个画面 直接给它拖到 合成窗口里面去 好,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另外一个 打雷的音效 也给它加进来 当然因为我这个声音啊 非常的剧烈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先要降低 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量 按一下L键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把声音置入进来 叫level 声音的音频 叫level 所以它的快捷键叫做L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音量啊 给它降低 降低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它的波形 如果你不降低它的波形 这个这个的话 你看声音是不是整个的都爆掉了呀 爆掉了的话 就引起画面马上就是完全都是曝光的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先把声音降低下来 降低下来 这时候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波频啊 变成参数值呢 怎么把它变成参数值 好 选中这个声音的图层 在动画里面有一个关键帧辅助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将音频转化为关键帧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图层 而这个图层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它就包含了我们这个关键帧 怎么样去调用关键帧呢 如果你不怕麻烦 你就在这个地方点 往下点 对不对 往下找到效果 一个一个的往下点 如果你怕麻烦 直接按一下U键 直接按一下U键 那这时候的话 它就弹出来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需要画面跟我们的这个声音产生关联 那么并且呢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加的一个特效叫做什么呢 曝光度啊 叫做曝光度这样的一个特效 曝光对吧 曝光度这样的特效 Expose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把曝光度直接施加到我们的画面中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样的啊 我们在这里面加了特效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 把我们的这个画面 跟我们的这个曝光度的曝光值啊 跟这个产生关联 跟这个双通道的值产生关联 你看这下面是不是有画面 有参数的变化呢 这个参数的变化其实就是谁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音频的 电频的这个参数值 那这时候怎么办 在这个地方按住ALT键啊 按住ALT键 请注意 那么这时候呢 图层里面的曝光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时候怎么办 直接把这个曝光的值给到谁呢 给到我们的这个滑块啊 给到我们的这个滑块 那这时候的话 你这边曝光度调用的参数啊 其实就是啊 两个通道这里面的参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整个的画面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变化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做的第一步 那么目前因为图层有一点多啊 图层因为有一点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回到项目窗口 它是不是暴风雨啊 好 把暴风雨的这个Comp 直接的给到再新建一个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图层了 那整个的画面应该是六秒钟左右 按一下N键 按一下N键 右击将合成修剪至合适区域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概的一个画面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的画面 我们把这画面的尽量的拖的稍微大一点点 嗯 好 我们拖到50%左右吧啊 拖到50%左右啊 所以这时候50%的比例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啊 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去做呢 哎我要做的就是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的 有没有声音 声音太小了对不对 好声音小没关系 好声音太小那怎么办 回到暴风雨啊 回到暴风雨这里面展开我们的音效 按一下L键 把它回到负负的6这样子啊 负6这样子 所以你这时候再去测试的时候 没有任何问题啊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重新的来测试一下 啊 它的声音的话就基本上应该是恢复到正常的声音了 好 我们重新来来 重新来 哎 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 但是目前这个画面感不是非常舒服 所以我们要去对它进行最终的 呃 锐化以及调色 画面有点灰那加什么加色阶值啊 加色阶值这个是我们上节课讲过的啊 加一下色阶这个跟PS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 没有任何区别 好 把这个参数呢往这边来去一去啊 暗度的部分变得稍微暗一点点亮度的部分呢 再稍微亮一点点 那么这时候呢 灰度的部分呢 呃 稍微往暗暗不要多一点点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但是画面目前目前啊 看上去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灰 那有一些模糊 那这时候我们加一个什么 锐化有可能会好一些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锐化的特效呢 给它加进来啊 那这时候画面的质感呢 它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加一点颗粒感在里面 那这时候暴风雨来临的之前的这种渲染的效果啊 就非常的明确 好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最后的话 如果你再去进行预览的话 整个的画面的话 应该说是非常的漂亮啊 应该说是非常漂亮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一块的一个案例的讲解 好 另外呢 我们还要讲的呢 两个命令分别是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曲线跟我们的色彩平和 那么色彩平和又怎么要去进行解决呢 哎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寺庙 对不对 找到我们的寺庙 我们直接的把我们的这个寺庙呀 给它拖进来 好 拖到我们的项目窗口里面去 那这个呢 因为它是一个720的 我们看要不要适配一下 嗯 没关系 那它整个是1.0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我们的百分之百的去进行预览 因为它整个只有720576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目前是一个比较旧的调子 对不对 比较旧的调子 那么现在我希望它看起来 比如说 整个的画面呀 如果你要偏冷色或者偏暖色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加一个色彩平衡 我们可以加一个色彩平衡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找到色彩平衡 这道命令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那么就叫做平衡 我们来先试试平衡 因为这个毕竟翻译过来 它叫颜色平衡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翻译过来 还是略微有一些差别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它分为三个调 阴影中间调以及高光 那你比方说你想要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想阴影是红色的 你看看 对不对 它就呈现红色 我想阴影是冷色的 它就是一个冷色 对不对 那么阴影绿色平衡 那如果你是多的话 阴影的部分就会多一些绿色 阴影少的话 绿色的补色是谁 阳红 它就会多阳红了 对不对 它就会多阳红 所以这里面的话 你的方案是非常多的 中间调的 决定一个图像的色彩 好看与否的 它就是一个中间调 对不对 你看 整个的画面就绿起来了 对不对 整个画面就暗起来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 关于色彩平衡 它是分中间调 阴影高光去做的 那你保持发光度 就是保持亮度了 对不对 你看高光的部分 高光偏 可以红一点 红色少了呢 偏轻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偏轻了呀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的话 你自己要去摸索摸索的 这个你自己要去进行一个摸索 那比方说青山绿水呀 对不对 青山绿水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点 很旧的 很有年代感的一种味道 是不是又出来了呀 秀气斑斑的一个感觉 那这是我要讲的一个色彩 平衡的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一个曲线 那么曲线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素材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沙漠的素材 给它置入进来 你比方说这个片子啊 它是有一点灰蒙蒙的 对不对 而整个的呢 亮度呢 对比不太够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曲线的方法 我们只是直接把这个曲线扔进来 那么曲线呢 比较好理解 其实跟我们的PS里面的曲线 是一模一样的原理 它你看看分为三种 对不对 当然它有多一个α α就是透明嘛 对不对 好 这个RGB是用来控制亮度的 你看看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亮度降低 当然你也可以把整个的亮度提高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呢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加对比 怎么加呢 就是把这个往下拖一点点 这个往上拖一点点 所以你看 整个画面感的对比 是不是就强烈了呀 能看到吧 那如果我这时候 我想我的画面 我的画面感啊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比之前的要亮多了 对吧 好 我们把整个的亮度都往上提 整个的亮度呢 都往上提 那这时候已达到我们的这个画面感呢 看上去比较通透的一个感觉 好 OK 能看到吧 画面呢 基本上小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我还希望它多一点什么呢 我还希望它多一点 比如说蓝色在里面 而蓝色呢 目前处于这个这个这个中间调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多蓝色 那时候回到蓝色蓝色呢 要在中间调 所以这时候阴影跟高光啊 我不要变 阴影这个是不是控制高光的部分 这是不控制阴影的部分 我们要动的仅仅仅是中间调 对不对 我们要动的仅仅是中间调 所以阴影跟高光先不要去动它 啊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动这个值 那你看看 图像中的绿色是不是就多了呀 蓝色是不是就多了 啊 如果你这时候你想蓝色呢 再往下走一走 我不要控制到高光 对不对 不要影响到高光 啊 所以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的曲线加进去 画面是不是变得更加通透 那如果我这时候 我还希望加一点 比如说青色 那青色就是减红色呀 对不对 哎 青色是不是就是减红色 那红色多了是不是就偏红了呀 哎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的依次类推吧 对不对 高光的部分 我不希望他青色有些变化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动的就是中间调跟阴影的部分 哎 我们多了一点青色啊 那并不代表它的画面感就变得好看了 这个这个红色发生变化之后 对不对 啊 我还希望加一点怎么样 我还希望加一点绿色 那画面有没有变绿 画面少了绿色的时候是不是范阳红了 哎 所以这就是我们曲线的一个原理啊 曲线的一个原理啊 所以我们这时候能看到就画面感变化上面 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还是比较明显 我们回到亮度啊 如果你这时候想曝光曝的猛一点 你看看到没有 还是曝光的话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曝光 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曲线的一个原理啊 它还是符合三原色 以及这种关系在里面的 好 那本节课我们要讲的三个案例 分别是曲线啊 以及我们的曝光度 包括我们的色彩平衡呢 我们都有跟大家聊到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节课继续 我们下节课继续